马小陶带领的史莱克七怪有多惨 其中有很多人甚至突破不到封号斗罗 在初代史莱克七怪全员飞升神界之后 每年依旧会举办高级混事大赛 为了传承当初史莱克七怪的荣誉 史莱克学院便把史莱克七怪这个称号延续了下去 而马小陶带领的史莱克七怪 没有主角光环背景 便成为了最惨的一届 要知道 别的主角带领史莱克七怪 至少全员封号斗罗 里面至少有一个人可以成为神明 而马小陶作为队长 这一代史莱克七怪全员沦为炮灰 甚至被无数粉丝调侃 这便是最弱的一代史莱克七怪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马小陶带领的史莱克七怪都有谁吧 首先面对队长马小陶 拥有极致之火 武魂邪火凤凰 更是初代史莱克七怪马红俊的后代 即便要分心压制邪火 却依旧在19岁的年纪 修建到了97级的恐怖实力 这个天赋要是放在斗衣中 妥妥的火神继承人 不过考虑到历代史莱克七怪 队长都是通天挂 马小陶对比唐三霍雨昊之流 还是差了很多的 其次便是戴耀衡 戴耀衡完美的传承了 丹母白的邪魔白虎武魂 担任了史莱克七怪的副队长职务 毕业之后 竟然选择了回到新国帝国当兵 发展新国帝国 相信他突破封号的罗伊值时间问题 老三则是公羊末 作为史莱克七怪中唯一的辅助魂师 他的武魂则是不逊色于 七宝罗伊塔的彩虹龙武魂 是整个兽武魂中 最强的辅助武魂 老四陈子峰 五十七级强攻系战魂王 武魂是一把罕战的追魂剑 不过这个追魂剑武魂品质却一般 后来他与公羊末西西一起 遭入了邪魂师袭击 被斩掉了右腿 实力从此大减 此生恐怕难以突破封号斗罗 老五西西 五十六级敏攻系战魂王 武魂闪剑豹 更是拥有着不逊色于 幽民灵猫的速度 实力和天赋相对偏弱 跟猪猪精一样 如果没有遇到唐三这样的贵人 此生恐怕难以突破封号斗罗 老六林洛晨 他的武魂是极其稀有的 纯元素武魂冰 只可惜他的冰武魂 对霍友号的极力之冰武魂克制 因此被霍友号完全掩盖出了光芒 老七姚浩轩 乃是里面年龄最小 活力最低的魂师 释放武魂后 可以相关自己的身体素质 擅长近战控制 但并不影响 他在史莱克7块中 排名垫底的实力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觉得他们的兄弟们 可以给视频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